哈囉大家好我是SKY 今天要來教大家推算出自己的ERM One Reputation Maximum 肌肉收縮時能採生的最大力量 舉例來說如果你握推60公斤可以推8下 無法再推起第9下 那麼60公斤就是你握推的8RM 如果你用盡全力80公斤只能推1下 那80公斤就是你握推的ERM 大家常常會聽到 它硬舉PR多少 深蹲多少 抓挺多少 那個誰誰誰今天又破PR了 那這個PR則是 Personal Record 個人最佳紀錄的縮寫 那在健身圈也常常被用來當作問候 早安 最近破PR了嗎 這樣PR會讓人有一種成就感 一種自我實現的感覺 知道自己有在持續進步 讓自己更有動力的訓練下去 但是測量PR有一些前提 我這邊以重訓動作作為例子 第一 並不是所有動作都適合來測PR 通常會以多關節動作 例如深蹲 硬舉 臥推 肩推 抓舉 挺舉 等等來測PR 比較少會拿來評測單關節動作 例如二頭彎舉 肩飛鳥之類的 第二 並不是每天都適合來測PR 當你訓練動作越接近你ERM的時候 就會越吃重你當天的身體狀態 有時候狀態好跟狀態差 可能就會產生10-20公斤的差距 第三 當你的訓練動作越接近你ERM的時候 身體的動作控制能力會越差 不肯定性越高 相對的 危險性跟受傷風險也會越高 所以一般不建議新手 或是在身旁無專業人士的陪同下來 來測量自己的PR 第四 因為在做大裝的時候很吃重神經連結與肌肉負荷 所以在測量PR前 請做適當的軟身 有助於降低受傷風險 以及提升運動表現 許多力量測試包含建立三項 舉重等等 都是使用自由重量來進行 現在我們也許沒有足夠的熟悉程度 或技術來面對更重的自由重量 那這時候透過預測推算的方式 能更加安全的估出自己的ERM 你可以用3RM、5RM或8RM來估算 當然越接近ERM算出來的數值會越精準 但相對的受傷風險也會越高 好的前面講了那麼多的觀念 接著來進入今天的重點 如何推算出自己的ERM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張表格 截取至ACE私人教練手冊 它能幫你推算出深蹲以及臥推的ERM 第一格1到10指的是你最大重複次數 第二格Squat or Leg Press 指的是深蹲以及腿推 第三格Bench or Chest Press 指的是臥推以及胸推 我們看一下Squat or Leg Press那一格 假設你深蹲的5RM是100公斤 那麼100乘以1.2推算出來的ERM 就是120公斤 以此類推 假設你臥推8RM是70公斤 那麼70乘以1.255等於87.85 你臥推ERM就大約87到88左右 當然這只是推算 就像我前面說的 越接近ERM的時候 就越需要你的動作控制能力 更多的肌肉增招 更強大的神經連結 所以有可能你握推70公斤 可以推8下 85公斤卻一下都起不來 那麼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動作 掌握不足 可能推70公斤的時候 用了過多的手臂肩膀發力硬推 當重量一上去 需要用到龐大的背部肌群結抗時 就顯得無力 其實推算出自己的ERM 最大的目的在於 討論到課表以及訓練計畫上 舉例來說 像我之前在跑的 Small Lab深蹲課表 它第一週就會用你深蹲PR的 70%、75%、80%、85%來訓練 所以當你知道自己的ERM時 會比較好運用到課表上面 另外現在網路上也有一些 ERM最大反覆次數的預測頁面 只要輸入重量跟最大反覆次數 就可以幫助你推算出ERM 連結我會幫大家放在影片下方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推算一下自己的ERM 推算完別忘了在下方留言 跟我還有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目前的成就 最後我要再跟大家唠叨一次 當你訓練動作越接近你ERM的時候 身體的動作控制能力會越差 不穩定性越高 相對的危險性、受傷風險也會越高 所以一般不建議新手 或是身旁無專業人士陪同的情況下 來測量自己的PR 運氣好沒有受傷 萬一不小心受傷了 暫停訓練 打完訓練計劃是小事 萬一造成不可往回的舊傷 那就真的很麻煩了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時間該讀 下次見 掰掰